好,今天我们来讲一下插车的一个分类这个情况 首先我们看到这么多插车啊 这是目前航插的也是一个作为产品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家族行谱吧 那么插车的分类一般有各种各样的分类方式 那以动力形式来分 它是分电动插车还是内燃插车 内燃的又继续可以分为柴油车还是汽油车还是LPG的 像这里这一排全都是Electric Forklift都是电动插车 然后这里都是内燃插车 内燃插车有柴油有汽油和可以看到这里有挂煤气瓶的是那个LPG插车 那还可以根据那个插物的不同像这一块都属于仓储设备 放在仓储里面的这种设备 然后那个像这种都是正面的插车 然后有一些是通过是在侧面 侧面在那个载货的像运输一些木条啊 长形的钢管那个形材的材料 钢材啊这种 还有像这里是有越野插车 那么一般国际上的分类都是这样分的啊 是他们叫那个一类车二类车 英文叫class one class two 那一类车呢是针对的是电动的插车 电动那个这里是包括neumatic和cushion 这个是轮胎的形式 有些是叫那个比较大的这种轮胎 还有一种是cushion胎 cushion胎是相当于压配式的一种轮胎 像这一块就是压配式的轮胎 就是这一块 然后第二类 第二类是载向道的这种车 相当于是前一式放在仓库里的一种车 因为它这个货差是可以往前移的 第三类是相当于是电动的这种搬运车辆和堆舵车辆 搬运车辆 堆舵车辆 是这种比较小型的这种仓储车 然后四类车和五类车就是internal combustion 就是相当于内燃插车 neumatic tie 就这种是轮胎 就是轮胎相当于是比较厚实的 它neumatic是充气的意思 但是它的结构形式是充气的 就比较宽泛厚的那个轮胎 然后还有一次cushion cushion之前也讲的是压配式轮胎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里的压配轮胎相当于是比较薄的 然后这一块相当于是比较厚的 就是一个是neumatic形式的 它不一定完全就是充气台 还有可能是实心的这种轮胎 那cushion全部都是那种实心胎 有点像巨氨纸的那种材料的轮胎 这个是六类就是牵引车 各类的牵引车 然后气类 然后是越野插车 然后这是各种其他杂气大包的车辆 高空平台 手搬 然后是去避升降车 然后其他的是各种的车 特种特种的装备车 这个是防爆车辆 可以在亦然亦爆产品环境下使用的 这个是平板车 然后这个是AGV AGV就自动轨道导引车吧 那么这么一个分类 也就是我刚才图片上上面讲的 我们来来继续再讲一下 class1就是一类车是电动 电动的乘架式的 是有个平衡重视的 就是content balance的一个插车 第二个是电动的载向导插车 然后电动也是乘架式的仓储车 第三类是电动的 是手动电动搬运车 是可以步行的 也可以站在上面的 第四类是内然的实心胎的 实心胎的是软电的 软电的就是cushing小轮具的 室内作业的 主要是在室内作业的这种插车 第五类就是我们平常 马路上能看到的 最常见的是内然充气台的插车 是国内最常规的这种插车 第六就是内电动内然牵引车 第七就是越野插车 那么这些分类呢 是从哪里来 最早我去查了根据 是根据那个美国劳工部 职业安全和健康法案的人家 叫OSA的这个上面 有进行分类 那么整个国际上 外国国内的行业都是这样分的 一类车二类车 美国他这边是怎么说的 第一类也是电动成价值 那么这个图片是可以看得比较清楚的一个 电动车 它是有个content balance 相当于平衡重的是成价 人是坐在上面的 这些都是电动车 然后它是可以sit down的 是坐的那种 然后这个呢 是content balance 就是平衡重视的 stand up 就是站架的 就不一定要坐在 但是人是站在上面啊 或者坐在上面 然后这里是呢 cushing tie 坐在上面的 就是所谓的小轮区 压配式轮胎 然后这里是content balance 或者是neumatic 或者其他的轮胎的形式 坐驾的这种形式 就是我们记了一类车 就是电动成价的插车 那二类车呢 电动成价是仓储车 那还是人是成价在上面的 但是仓储 仓储我们知道一些 那个大型的货架仓库啊 它里面的这货架都是非常高的 比如这些高位 堆舵车 人是站在上面的 这里就是拣选车了 人站在上面操控 然后可以整个货架 可以整个可以升到货架上面 然后人在上面 把货物也可以产货 然后呢 这个呢 货差是可以前移的 所以叫rich type 它货差移动的就叫rich 然后这个是低位的一个 后面是挂了一个平台的一个车 然后这个是电动 电动的那个侧面插车 放的长形的是木条啊 钢材啊 这里是一个平台 然后人驾驶是在这里面的 这里呢 是一个是侧面一桩 但是高位的平台 人站在这里是整个移上去 这里移上去 然后这里是前后可以的 差不多是有一种三项的 那这里是完全是在仓储的 是移的更高的 相当于是三项堆舵车 整个人是可以跟着上去的 这个门架升上去 然后这里又会有个 有一个向位 就是一个x轴 然后这里相当于x x y轴 最前后出来 y z轴 这也是一个三项堆舵车 然后这里是一个低位的 一个放托盘的一个搬运车 那么所以第二类就是 电动的成驾驶的这种仓储 在仓储车里面在用的 就是没有平衡中的 那第三类呢 是电动的步行的仓储车 那最主要的是一个 主要特点 你看它这里都是有手把 人站在 站在外面 站在外缘 外缘来操控这个手把 那当然也有 有些是可以有 后面是可以有踏板的 有些踏板是可以折叠的 就相当于步行也可以 那个站架也可以 这里还有扶手 踏板发下来 扶手可以展开来 相当于是一个翅膀 一个栏杆来保护的 保护客户 那个操作者 在使用这个地方 那 其他的变得不同 就是相当于各种腿的长度 像这种腿是跨在这里 这里又是一个reach type 然后堆舵车 有些是有腿长 跨腿是长的 有些跨腿是短的 然后这里带有 有档货架的 这是单面的single face 那么四类车和五类车 其实都是内燃车 然后它们区别呢 就是一个是叫cushing tie 一个是neumatic tie cushing tie刚才我们也讲了 就是压配式这种 那个相当于是 聚氨子轮 它这个轮胎呢 有点像 仓储类用的那种轮胎 就是聚氨子比较实心的 压配式的轮胎 然后neumatic tie呢 就是外面的这种 在马路上公路上 开的这种车的轮胎 然后class 6呢 就是一个牵引车 它包括只要是sit down的 坐驾的这种 然后牵拉的 然后超过990磅 1磅等于9两 就是450克 就是一斤不到一点 这里是牵拉超过 这里是990克 差不多是500公斤不到吧 400公斤差不多不到一点 牵拉力可以超过这个 然后还有一个呢 是越野叉车 越野叉车是可以 你看它的轮胎就是 这种越野的 这是户外的 特别是私有户外的 这个是伸缩壁插车 当然它也是越野的 整个壁啊 是可以这样伸出来的 这个车 另外呢 这个是一个是 自己卸的那个 self-portable 它是自驱的 然后是可以装在那个 the back-out truck 就挂在插车后 那个大的平板的卡车 后面是像自卸车 两车直接挂在 随车在装的 这国内看是比较 很少看到 但是国外是比较看到的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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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